我是古阿末 今天要来说一个很玄妙的故事 哈洛根先生的电话 住在魔王小镇的男主角 母亲过世后接到一个工作 就是到镇上 最有钱的哈洛根先生家 读书给他听一周好几次 每次都要花掉一整个下午 男主角有私下到图书馆上网 查过哈洛根先生这个人的生平 以前好像是一个大集团的老板 媒体评价他心狠手辣 身边总是有人自杀江湖人称大魔王 然后他无期无止孤生一人 老了才退休搬到魔王镇 很快的书就读了好几年 男主角也长大上了高中 而事情具体要从高中学生 都会在休息时间 坐在餐厅玩手机开始说起 这个玩手机 是有分品牌的同品牌的人 都坐在一起玩 其中一个学生就是女主角 男主角见了很是喜欢 为了搭讪他回家后 就拜托老爸帮他买一只 女主角用的苹果手机 而老爸有求必应 圣诞节时还真的买了一只送他 他也第一时间拿手机打给 不是女主角是大魔王 不晓得为什么啊 就想跟他分享这个喜悦 可是他听起来兴致缺缺 怎么办没差 这手机本来就是为了 把妹儿生的马 明天去学校 可以以此为由到餐厅 坐到女主角旁边 看着他跟他一起玩手机就够了 是吧 错 这样其实不够 男主角最在意的还是大魔王 所以他决定 自己花钱再买一只苹果手机 明天去大魔王家时送给他 教他使用这个新时代的东西 让他上瘾 让他不再兴致缺缺 啊可能也因为真的退休太久了 也没亲友告诉过大魔王 现在用手机看股票 看新闻 比等着看报纸方便太多了 所以他果然一用就爱上了这种 坐着就能打手机上网的便利性 之后男主角每次来大魔王家 除了读书也教手机功能怎么使用 他还跟大魔王彼此有专属的来电打零 两人感情变得非常好 哦他在学校跟女主角的感情 也因为手机变得很好 两人整天 传暧昧简讯非常舒服 这根本就是苹果宣传片 所以学校的霸凌王香蕉哥就看不下去了 现在是怎么样 有苹果比较屌吗 香蕉不屌吗 香蕉还可以弯啊 你苹果可以弯吗 哦霸凌者霸凌人的理由一般都蛮烂的 不重要我随便讲的 反正香蕉哥跳出来警告男主角 以后在学校小心一点 因为你随时会被霸凌悠男主角听了 有一点小怕怕 所以下课来大魔王家读书时 就有一点小忧愁心神不宁 但大魔王都看在眼里 两人道别前他跟男主角说 答应我 当你遇见敌人时 你会火速解决他们 而且不会有一丝愧疚好吗 那为了让大魔王放心 男主角就简单的说好 而没想到这一声好 是两人最后的对话 隔天再过来时 大魔王已经自然过世 死在家中椅子上了 此时男主角手机忽然响起 来电显示却是大魔王 蛮奇怪的啊 人死了怎么还能打电话呢 但再仔细一看 又好像有合理的解释 大魔王死前一刻 可能都还想着要打给男主角 却来不及播出 直到男主角过来后 他才刚好死到手指僵硬 触碰到荧幕播出了号码 而葬礼那天 男主角将送给大魔王的那只手机 放到他的棺材里 这个用意是希望他下去后 两人也能保持联络 大概吧 反正葬礼结束后 有律师过来说 大魔王生前写了遗嘱 要把一笔八十万美元的基金 交由男主角继承 这够他读完大学和创业了 但男主角要的是钱吗 不是啊 他是要大魔王在他身边啊 他就像言情小说里 不在乎你的钱 只在乎你的爱的穷摇少女啊 晚上他坐在家床上 打电话给大魔王 对着语音信箱说 好希望你还活着 可怕的是大魔王像收到回应一样 在他睡着后 传了简讯过来 只有几个字母 男主角天亮看到后 吓得去跟老爸讲这件事 但老爸只觉得 这种是一定有科学的解释方法啦 不要太大惊小怪 之后日子恢复到以往的学校生活 男主角一样在学校 跟女主角高高小暧昧 还一起来参加学校舞会 香蕉哥一样跳出来霸凌他 把他从舞会会场 抓出来揍 理由是 你是不是检举我 卖大麻 害我被学校开除 还好女主角上完厕所 敢来英雄救美 最关心男主角的老师女 也敢来英雄救美 带他去教师办公室 做点治疗 但他还是很难过啊 被霸凌痛苦的不是肉体 是内心 他回家后坐在厕所 打给大魔王的语音信箱 说自己被香蕉哥揍的事 说自己有反击 打了对方一拳 可惜打不过 他很怕以后会持续被揍 他不想被揍啊 怎么办 不怕 隔天一早男主角睡醒 就看到手机新闻 在报道香蕉哥死了 是昨晚爬窗逃家死 意外摔死的 反正等于没人会再揍男主角了 他跟同学们 开车到香蕉哥家外面查看 发现这里一堆警察在收尸 他的家人在一盘哭得很难过 这让男主角充满一些想象的 晚上回家 又打大魔王的语音信箱 问他说香蕉哥的死 跟你有没有关系 而挂上电话后 大魔王竟然又传来了简讯 一样是几个简单的字 但不管什么字都很诡异啊 被吓到的男主角 隔天直接去镇上手机店 买了一个新手机出来再一次 发现正常了 打给大魔王 终于显示无法拨号了 不然大魔王死后 号码早就停用了 之前还能打通 其实不合理的 之后他把原本的苹果手机 收藏在家 想忘了这些玄幻的事 很快的他也高中毕业 来城里读大学 原本都没怎样 直到这天 他收到了老爸通知说 老师女死了 他赶回魔王镇 听老同学们说了以下画面的状况 原来老师女坐未婚夫的车时 路上被一个酒驾男开车撞死了 而法庭上 法官只怕没什么伤的酒驾男 去戒酒中心 关几个月而已 这让喜欢老师女的学生们 都很难接受 觉得酒驾害死人 就应该判重刑 没判的话 等于让这个人逍遥法外诶 男主角听了很生气 就有感而发的跑回家 拿起那只旧的苹果手机 打给大魔王的语音信箱 他留言说 希望酒驾男可以得到报应去死 原本想说随便讲讲 应该不可能成真 只当出口气 骂骂人 却没想到 几天后 酒驾男主角在学校上网时 还真的看到酒驾男的死讯新闻 说人吞肥皂自杀了 他跑来戒酒中心 跟着的工作人员 打听酒驾男的情报 得知以下画面 原来他吞的是老师女 生前最爱用的肥皂牌子啊 也就是说酒驾男 可能觉得对不起老师女 才吞他最爱的肥皂 以死谢罪 又或是酒驾男 真的随便就被大魔王弄死了 反正男主角听了 就有点震惊又自责 因为如果酒驾男 是有悔过之心的 也很愧疚 那我们还咒他死 感觉太超过了 再来如果真的用旧手机 打电话给大魔王 咒某个人死就能成真 那这旧手机也太邪门了 用久了一定会让自己变坏 大魔王肯定不希望他变坏的 所以他决定 把正能联络大魔王的旧手机 找个胡丢了 让一切烟消云散 故事就结束了 看完这个故事 我想这故事大概是在表达 多用心陪伴老人 说不准对方遗嘱怎么写 或是有没有超能力 是吧 咳咳